哈喽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这颗美丽的兰花花后分珠上盆的过程 顺便向大家介绍这一颗很多人都不熟悉的兰花 它是原产于美洲的原生种兰花 它既不是蝴蝶兰 也不是石湖兰 更不是卡特兰 它是吉西兰 吉西兰通常有两种 除了我这一种以外 还有另外一种是黄白商间 它的花瓣和鳄瓣颜色很相似 由白色到粉紫红色 再到金橘色慢慢过渡 颜色很游和 纯瓣看上去很像张开的嘴 还看到牙齿 很特别 它还带有蜂蜜的甜味 它的花间会带有几朵花 我这里最少的是四朵 最多的是九朵 它的花间通常是微微的向下弯垂 不需要支撑 这是二二年三月收到的时候刚上好盆的照片 右边的那一盆就是它 现在变成了一大盆 它会不定期的开花 基本上有新苗就会有花 它的生长规律有点像被牡蓝 像这边这一条 像这边这一条 这是一串花 这串花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看这边 这是老囚径 它会长一个新苗出来 新苗长叶的同时 它会抽出花间 像这一条花间 花谢之后 这里会蓬大 长成像这样的囚径 这种就是成熟的囚径 成熟的囚径不再会开花 但是它会长新苗 而且会长不止一个新苗 我这一棵就长有三棵新苗 花芽从基部抽出 在这里 长花苞和长叶是同时进行的 老的囚径慢慢会掉叶 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小锤子 像这个 现在盆面上看到的这些 没有叶子的锤壮的 就是当初买回来带着的老头 带叶的全部都是在蓝色长出来的 现在它的花谢了 我要跟它换盆 看看它 已经长成一大虫 它的根已经无法长进 资料里面 因为太多苗了 这盆太小了 所以我打算给它分珠 重新上盆 先让大家看一下它的根 它的根是这样的 看上去跟一般的蝴蝶兰 卡特兰的根不一样 它有点像 它有点像兜兰的根 有新的生长的时候 是绿色的根间 前端是带有白色的绒毛 这些根最好就是比较湿润 不要太干 我用清水泡盘 我用清水泡盆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还是无法脱盆 只能减了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根太多了 都长爆盆了 所以把盆撑得没有一点缝隙 就很难脱盆 第二个就是因为根上有很多白色的绒毛 这些绒毛连着花盆来长 就很难脱盆了 脱盆之后发现真的难缠了 这些根长得硬实实的根本 根植料已经连在一起 很难拆植料 我用压力水龙头冲 也冲不散 没有办法 只能强剪了 这样剪 有一部分的根肯定会受伤 但是没有办法了 本来想 既然这么难分株 倒不如就不分 用一个大一点的盆把它种上 但是想一想 这么紧实的植料 新的根怎样扎进植料里面呢 根没有办法扎进植料里面 就一定长不好 所以就只能是分了 拆植料拆了几个小时 在这里就不展示了 因为实在是太麻烦 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 剪下来的这些根 都是好根 没有烂根 很硬的 你看拉都拉不断的 不要看它这样以为是烂根 它的根有点像树根 很硬很实的 其实有些根 好像这一部分 我都没有猜植料了 因为实在是太难猜了 猜出来这里有三个老头 就是当初买回来时候 带着的那三个老头 它的根已经是干死的 把它扔了有点可惜 我顺便就做个实验 看看把它养起来 能不能养出新苗来 如果它的根是好的 我想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它现在的根都已经死掉的 那么这几个囚境 能不能再长出新芽呢 这就不一定 就当是一个实验吧 最后看看 由一个四寸半的盆 现在变成了四盆 老头的这一盆 不一定成功 但是就算不算它 也有三盆 现在来说一下 怎样养护吧 换了盆之后 把它放到比较阴凉的地方 植料差不多干了 就可以浇水了 它是比较洗水的植物 而且它的绒毛不适宜太干 它的叶很薄 如果太干的话 也容易浇尖 还有囚境也容易起皱 干扁 所以植料不要太干 光照方面 中光就可以了 太高光 反而会伤叶子 以上两点就是养护的重点 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些 谢谢收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